而这场2020花莲农产食品国际贸易行销研习会 内容包含重点是出口业务讲述 定价策略规划 海外餐展行销要点还有产品包装设计 外贸协会的董事长黄志芳 他除了率领专业讲师群 为花莲的农产业者开讲 也针对花莲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 认为花莲拥有世界级的好山好水 及有机的健康食品 绝对可以在这个时候打开国际舞台 为协助花莲农产食品业者拓展海外业务 花莲县府17日邀请中华民国对外贸易发展协会 规划2020年花莲农产食品国际贸易行销研习会 外贸协会董事长黄志芳率领专业讲师群授课 吸引花莲县超过65位农友农器共襄盛举 在过去这几年我们政府已经跟澳洲、纽西兰、日本、美国、加拿大 签订了有机等同协定 也就是互相承认彼此有机产品的效力 那这几个都是世界上食品进口非常重要的国家 所以我们可以针对这几个已经有有机等同协定的 这些主要的市场来协助花莲的业者全力的来推广 这些国际市场 这个世界级的山水风景 所以如果能够把这种世界级的山水风景 跟有机产品这两个概念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这样不只是说提升花莲有机产品的形象 也等于是提升整个花莲在国际上观光的这个形象 我觉得这两个结合起来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 所以外贸协会很愿意透过我们全世界64个办事处的这个国际平台 来协助花莲做这项的推广 针对花莲在这波疫情的笼罩下 董事长黄志芳也提出花莲的契机 认为在这疫情的影响越来越多人注重健康 而花莲市有机大限 加上世界级的好山好水 透过这两项优势的加持 势必能在这个时间打造花莲成为一个国际品牌 走入国际市场 记者长邦彦市报导 感谢观看